明年真的是MPV的大年 所以我手上要买MPV的计划再hold着一下 因为我看得到下一代的新M8有了 然后极客又推电动的MPV 蓝图那个MPV呢看起来又还不错 最好你自己能选的东西很多 就未必一定要去买那个广东的Sina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等等 反正这个东西又不是特别的急 然后现在我看得到大通又出了一个电动MPV 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有想过的事情 因为我们柔车其实电动车加速很快 然后一家人开这个MPV是电动的出去呢 如果是在书三角附近去玩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空间又搭车又快 就是李摩格林那种Rain Taxi的感觉明白吗 然后这个车呢目前推出来的价格呢 是269000到379000 这个最贵的六座的版本 然后他们的理念就是这六个座位 他给你做什么六个独立的座椅啊 通风加热什么能满的都满上 然后第二排是最好的 然后第二排他连那个最调节那个都是在屏幕上面去按 但是我这里觉得有点复杂 他有很多什么一键一键什么功能 但因为功能确实是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用的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方便 然后这一台车的话呢 基本上外观就是延续了原本他们盖建车那个状态 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 比如说门把手上面啊 猴死镜上面啊 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基本上就亮相差不多都一样的状态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动力参数 电池90度电 然后电机180千瓦 然后我说的是呢 这一台的纯电需要里程可以做到520公里 其实我算了一下 它的车体比我iD是要大 然后我的iD是80多度电 然后它需要90度电 然后它的需要里程应该 可能是在400左右 实际上 然后这个车可能整个加速体验呢 就会比较平和 可能大通觉得做一台MPV给家用去用的话呢 可能不需要那么快 稳而是最重要的 我就看一下那边的交付能交出什么样的水准 就是你现在看得到花销的东西挺多的 但就是我不要用起来 这种电头MPV是什么感觉 明明ID都会有MPV 据说啊 迟一点 我再下手